這邊我最後還是要呼籲各位 如果你有親友是要在最近這幾天返國的話 請您提醒他 如果他有任何的身體不舒服 請他在回國之後 立刻主動的向航空公司 以及向我們的防疫單位做報告 我們的疾管署 在我們的第一行下第二行下的進入的地方 都設有櫃台 如果你是要在這幾天要離境 那也請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身體有任何的不適 希望你也能夠調整你的這個出境的行程 最主要的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我們自己的一些小心防護 能夠達到全面 不包括我們 不只是包括我們自己 也包括了整個區域 能夠達到大家的一個衛生安全的目的 在昨天開始 桃園機場公司 已經對我們所有可能第一線接觸到航機 以及外來人士的工作同仁 要求他們要做好個人的防護 同樣的在機場內的其他的航空公司 商店業者以及地面作業單位 也同步的採取了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另外呢 在今天我們剛才的會議裡面 我們也對如果在客機上面發現了有可疑的疫情感染 如何去處理這架飛機 以及如何去處理機上的乘客 我們也做成了決定和決議 飛機我們安排在合適的位置停放 對於機上的旅客 我們也安排了特別的動線 能夠事先經過檢疫 然後進入到航廈 最主要的這個目的是希望能夠把有感染可能 有病原可能的人士能夠隔絕於境外 萬一他真的進來了 我們也可以做立即的處理 送到合適的這個醫療院所去 我們把所有公眾可能碰觸到的地方 包括洗手間 電腹梯 還有其他的設置設備 我們都加強清潔和消毒 那另外呢我們也請得我們的這個清潔公司的同仁 我們進行二氧化氯 用這樣的藥劑來做全面的噴灑 這個噴灑不只是一次 一天一次 我們一天會有很多次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樣 它特別對於呼吸道病毒有效的這個 殺蟲藥劑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機場內 航廈內 可能感染的這個或者是蔓延的可能性 減到最低